关于西安餐厅纸巾收费这个问题 已经老生常谈了 我说过很多次之前 但昨天我看到个新闻 就是一个外地游客在先吃饭 吃完饭吃得满嘴吃油 然后问店里边需要纸 人家店里边非要收纳游客两块钱 就卖人家一包纸 我感觉这就跟把王条款一样 就是人家在你店里边吃完饭 吃得满嘴吃油要擦个嘴 你还别让来的 行你要擦嘴这次 先叫两块钱 对于这个游客的这种经历 我是深有体会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先辞早要吃饭 你身上背上一包纸 你就等着你拿你的袖子擦吧 上周我去成都出差 我在成都在四天 没有碰到一家店问我要纸钱 甚至有些火锅店 你抽屉一打开 里边一抽屉的纸 然后我去一家火锅店 无人家服务员 我就说你好小哥 咱这纸巾要不要钱 那小哥很无奈很尴尬的看着我 就好像碰到外星人一样 因为对他们来说 纸巾收费这个东西简直不可想象 不合理 就前日去北京厨师还待了三天 也没有碰到过我要纸钱的 不管是高端的店 路边小店 从来没有纸巾收费的 北京可能有 但是我没碰见 北京寸土寸金 黄尘根下 人力物力 房租都比西安高的多 人家都没有拿纸挣钱 咱在纸上还要想办法 还要学没一点 来纸 一回西安玩 这点不适应了 一吃饭吃完饭 行了 一嘴的油 咋办 买纸 花两块钱 五块钱不等 去买一包纸 结果一人用上一张 那剩上一大盒 扔到车里边 搞得你那车里边 就跟一个各大餐饮品牌的 纸巾收集中心一样 一车的纸 曾经我有一个 卖入加莫的朋友 我就说你店里边 纸巾为啥不免费呢 对吧 你的用户体验特别不好 你不免费 我那朋友就说 你不做餐饮 你不懂 这有些人 就是你只要提供免费的纸巾 那有些人装一口袋 或者把纸就偷走了 要么就懂得满地都是纸巾 我就不想再跟他聊了 活该你生意不好 现在年轻人 谁在乎你那点纸呀 人家还嫌这纸 放到口袋里边 把自己裤子撑得难堪 谁会偷你的纸 拿你的纸 你还是那种小农思想 人家成都重庆 对吧 北京 那么的地方纸巾都免费 就西安人素人差 我奇怪了 我举个例子 咱说马红小草吧 马红小草 人家平常能做到 鲜鼻吃吧 原因很简单 注意细节 注意用户体验 免费纸巾就是其中一条 你去了马红 辞造 人家给你就 放一包免费的纸 对吧 那纸上印着自己的logo 然后呢 你只要拍照 就会把他那个纸巾带上 把他logo带上 无形中给自己做了广告 用户体验还好了 你说你把这纸卖上 一块卖两块有啥意义 我感觉我在西安这 每年擦的嘴 能买一平米房子了 真的 我真的希望能有一天 去西安的餐厅里边吃饭 再也不用带着 再也不用被擦嘴而烦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